開始了嗎? 今天是在我們家 對,在我們家 可以跟我講 開始了,好 這一台其實經理也忘記有沒有做過直播 像是A-Class W177 那一台我們有播過很多次的 那這一台A-Class W176 跟這一台是 大家記得都忘記了 這一台的代號是C17 它底盤其實都一樣 還有Q30 這些都是 底盤都是共用同一個底盤系統的 那這一台車也有 動力最大的版本 CLA45 那也有獵跑系列的 Shooting Brake 那個改起來都非常非常好看 那這一台車 目前的話 是原廠避震器 改成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這一條輪胎 早上才看到 今天又看到 這條輪胎實在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這條輪胎是米其林的PS4 它的表現中規中矩 胎罩、摩號 然後價格、排水、乾地、濕地的抓地 都還蠻均衡 所以這套輪胎賣得很好 那這裡是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後彈簧 它的彈簧 原廠其實蠻短的 它的行程不長 那我們配置的話是 160長的6.5公斤 調整機構的話是放上方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這個阻尼 它有一個特色 它的阻尼做得蠻強的 這樣的特色在 W205的後面 經理也有壓過給各位看 這個阻尼也做得很強 所以它的高速的一個穩定度 還不錯 可是低速 因為台灣的道路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設定的話 通常會被後座的乘客 覺得後方太顛 那如果高速以上 大概130、140以上 它在坑洞處理的能力非常厲害 可是就是舒適度比較沒有那麼好 你看我以我的全力在壓的 還壓不太下去 這不是壞掉 它本來的阻尼 就做得非常非常強 這個是後方的桶身 那本來這裡有一個上座 上座的部分 跟Golf的系列一樣 這個上座 都是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在上座下方 我們就設了一個 零格阻尼調整機構 他們在哪 沒關係 這個是前面 前面的話 就是一般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它的上座的話 歐系車比較常有這樣的設計 它的上座 是做一個母孔 是做一個母孔 然後再鎖螺絲很特別 那Golf的話也是這樣子 那在改成KT之後 這個就變成一個螺絲 螺絲之後沒有螺帽可以鎖 所以我們會附一個螺帽 功能都是一樣 只是設計不太一樣而已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 離載算的固定點 它沒有任何的固定零件 因為它有一個扣具 扣在這個地方 這一台是CLA 冰式 我們最近的冰式做了很多 因為可能是公司裡面 剛好有冰式的試乘車 可以給車有試乘吧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再跟我們小朋友約 那可以開一下 光是那一台冰式的 W213的143 那一台四輪驅動 那改的是KT的氣壓避震器 歡迎來試乘 那後方的話 這裡是上方 彈簧的上方跟下方 原廠分別都有一個橡皮 上橡皮跟下橡皮 再請計時幫我們留意一下 這台車啊 上橡皮跟下橡皮 是要沿用的 調整機構 Hilo Key的話 是放在上方 這條彈簧 160 6.5公斤 那這一台 這台車的一個 結構設計 不太 不太有辦法 把它預載過多 所以這個 後方的話 安裝上的失誤呢 機率就會少 比較小一點點 但這台車的上座 上座在 行李箱裡面 所以拆裝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內飾坦 內飾坦往內先 才有辦法 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有兩顆螺絲 C117還是C177 C117 代號是C117 經理常常都忘記了 因為車實在太多 KT做了一千多種車 記也記不完 對了 這台車應該特別來介紹的 是它的防晴感 它的防晴感 像是我們北區的一個 業務 也有詢問過這台的問題 這台車 它一個特別就是 它的防晴感 它的防晴感 是有一個預載的 也就是說它的防晴感 固定在什麼位置的話 在改裝之後 希望它防晴感相對的高低點 一樣落在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所以它的防晴感的準確度 相當的重要 如果沒有固定在 它原來的位置的話 那它開起來的協調性 很容易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是 那所以這個離載串的部分的話 KT 是附一個比較短的離載串 把它鎖成KT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前方彈簧 這條彈簧 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在休旅車上 這一台車我們前方 是配置 200長7公斤 一樣是燈籠狀的彈簧 所以它的 角座的地方 沒有什麼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因為就靠這個專用的扣具 KT的扣具 也都做個跟原廠規格一樣 它扣得很牢固 不會鬆脫 因為這個如果鬆脫的話 就會有危險性 萬一把我們的 剎車油管磨到破掉的話 就可能會剎車失靈 就會有危險 所以這個固定的很好 那前面的話 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齒輪的這個 銀色的齒輪撞頭盤 一定 安裝完畢之後 記得把它要敲緊一點點 那上方的話 上座比較簡單一點點 上座的話 母孔改成公孔 附三個螺帽 上座在這裡 KT的話 有附一個強化的上座 那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 是在調整前面的軟硬度的 現在這個世代的 冰式的引擎 已經全面都渦輪化了 最大的機速也是2000CC而已 可是2000CC的CLA45的動力 做到300多匹 變成四輪驅動的版本 這台車是前驅的 那如果是 有的外匯車 也有是250或200 是做成四驅的 這台是前驅的 好 冰式的LOGO 如果啊 車友們 有想要試乘的話 有想要試乘冰式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基本上這台車 安裝的 時間會比日系車還要來得久一點點 因為它的上座 還有懸吊集合的關係 那好像下個禮拜 有一台施工會最久的 那個奧迪的氣壓車系 那個施工起來就比較久 這台還好啦 這台不是很難拆裝 而且它的底盤 有那麼多的車系公用 所以這個 像現在比較新的 新款的A-Class 或是CLA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一樣是賣花繩 可是結構的話 已經不一樣了 那如果下次 有機會介紹到新款的 底盤系統 那再跟各位來做直播介紹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